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登上了中国内地社交媒体平台的热门榜第一 在爱情综艺青春有鸟儿里 Lisa是舞蹈导师 当时在广州录制节目的她 品尝了肠粉 虾饺 烧鹅等广州特色美食 连连用中文赞叹好吃 据悉Amo和Blackpink从出道开始就在一起 Lisa非常信任和依赖她 Amo却利用这种亲密关系 以替Lisa打听房地产的名义收取了钱财 但实际上却将那些钱都用在了赌博上 YG官方确认了此事 并表示因为是信任的前经纪人 所以Lisa希望圆满解决 Amo偿还的一部分 剩下部分在偿还计划上达成协议后 现在处于辞职状态 作为青年二的舞蹈导师 Lisa表现亲切温柔 尽心尽责 圈奋无数 对于Lisa的遭遇 其忠实粉丝表示心痛 他们纷纷表示Lisa从14岁就独自来到韩国生活 经纪人对她而言就是亲人一般的存在 在韩务工艰难 细辛苦苦赚的钱 希望YG妥善处理 将剩余钱财归还Lisa 杀粉支持Lisa合法维权 青春又年二这个节目 自从开始播出的那天 就引来大家的关注 当时节目播出 其收视率也是一路高升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选秀的节目 最后会根据人气质选出大家心中 最令人喜欢的小姐姐 然后她们之间组成一个团 正式进入演艺圈 当时参加节目的有109个女孩 最后成团位置只有9个 也就是说在淘汰掉100个人后 才会有9位姐姐顺利进入出道位 在前几天的时候 青春又年二进行了最后的收尾工作 各位具有颜值 具有才华的小姐姐 也都顺利进入出道位 这9人分别是刘雨昕 于书欣 许佳琪 玉岩 谢可盈 安琪 赵小棠 孔雪儿 陆柯然 可以说这9人承载了太多人的希望 最后进入出道位 尤其是刘雨昕 称得上实力担当 面对一个新的女团 大家有些易难评 因为没能看到自己喜欢的妹妹成团 很是可惜 比如说王成轩 乃万 金子涵等 她们都是坎位的练习生 她们几个没有出道 真的是让人易难评 目前练习生选秀综艺节目 青春幼女二已经结束了 但是这个节目的热度迟迟没有过去 在成团业当天 最终的9个成团位置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以至于很多人到现在为止 都不能接受这支新的女团 青春幼女二自开播以来 就占据着很高的热度 参赛选手们的实力都非常强 无论是作为哪位选手的粉丝 对将要诞生的新女团都充满了期待 甚至很多人认为 这支女团的流量和业务能力 将会超越火箭少女101 然而期望越大 失望越大 最终成团位置的排名 并不能让人满意 各种数据都排进前五的孔雪儿 一直都被看作是高出到位的人选 甚至有很大的机会争夺前三 万万没想到 在成团业 孔雪儿成为了第一个 被公布名次的选手 第八名这个位置 怎么看都有猫腻 还有最具争议的第九个出道位 陆柯然成为了最终的黑马 在他之前 外界一致认为 这个位置不是金子涵 就是奶万 甚至很多人预测过王成轩 唯独没想到陆柯然 再加上陆柯然和第一名的刘雨昕壮行 怎么看他都有些格格不入 除了这些 槽点还有很多 The Night的风评 一度陷入了很尴尬的境地 仿佛除了出道选手的粉丝 没有几个团粉 连青春又女儿 官博下都是滚这个字眼 而接下来还有一件事 可能会让The Night更加尴尬 这些没有出道的小姐姐 虽然人气没有前面几个女孩高 但是她们也是有实力的 她们在舞台上发光发亮 也是被大家看到的 所以说自从青年儿结束后 大家纷纷为这些 未能进入出道位的姐姐感到可惜 所以就用网络的力量帮助她们出道 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有网友爆出青春又女儿正在筹备组建二团 从未出道的选手中选择 其中金子涵 刘令兹和曾可妮已经确定了 工作人员正在和乃万进行沟通 如果沟通成功 她们四位将会在某个五节的晚会上亮相 这个女团起名172girls 因为这个女团里面的每个女孩的身高 都超过了172厘米 这样看来还真的有一种 当晚热搜172超模的感觉 她们分别是金子涵 刘令兹 曾可妮 戴眼妮 而且江苏卫视还正式官宣了这一消息 这虽然不是从出道的节目组成了女团 但这个女团同样令人期待 没能出道让粉丝们一难评 但这些一难评 最终换成了172girls前进的动力 希望她们能把握这次机会 离开金子涵的舞台后 希望她们能继续走向新的征程 另外一位出道的热门选手上官喜爱 王承轩和许子英也正在接触中 这个消息如果属实 对很多粉丝来说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毕竟没有出道一难评的选手实在太多了 再加上外界对于The Night成团位置的不满 这个二团还是令人期待的 而且在实力上 二团也完全不输一团 甚至配置可能要优于一团 The Night更多的是舞丹 在Walko上差了很多 Walko实力最强的应该算是预言 而二团如果成立的话 许子英这位大Walko将给团队 带来很大的帮助 而且在舞丹上上官喜爱 刘令子 王承轩也完全不输一团的人 乃万的Rub和谢可英也能五五开 外加门面担当金子涵 这个二团如果成立没有不活的道理 当然如果二团要成立也要面临很多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选手的问题 而是对外界的交代 成了二团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一团 而且无论一团怎样令人不满 这都是最终的结果 如果进不了一团还有二团 那青春有你二这个比赛还有什么意义 很多一难评的选手组团出道 这看上去很美好 可是这对The Night的九位成员来说 实在太不公平 辛辛苦苦出道了 最后还要和二团争资源 而且这些关乎到了选手们的职业生涯 二团也绝不可以成为替一团止损的工具 The Night出道有几天的时间了 综艺里推出的团体 按理说资源会比较好 但是九个人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比较好的资源 甚至可以说没有资源 粉丝们特别着急 更过分的是 大家发现公司针对The Night 有了一个新的计划 时尚爱豆养成 主要是让他们去拍摄电子看杂志 粉丝去评销量 再一次沦为资本家的韭菜 粉丝要维权了 这次的时尚爱豆养成计划 也是主办方二桥策划的 看上去比较高大上 说白了还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营业 妹妹们拍摄电子刊 也没有实体杂志 省下了印刷的费用 最后卖给粉丝拼销量 钱就去到了主办方的手里 这是一个循环 只要没有曝光 那九个人出道都是没有意义的 手里没有资源 即使出道了也会越来越糊的 况且青年二枚出道的几位选手 又组成了一个团 这更让大家好奇 忍耐出道的意义在哪里 今年选秀综艺大热 同期的选秀出了青年二 还有创造营2.20 有男团选秀少年之名 还有姐姐的选秀乘风破浪的姐姐 也有团体的选秀 炙热的我们等等 这么多的优秀 最后出来的人也会非常多 但是今年疫情的原因 耽误了很多影视剧的拍摄 所以现在的资源并不多 娱乐圈算是人多就少的情况 近年来在选秀中出道的团体也有不少 然而一直维持热度的不多 The Night这边虽然出道了 但很多人都是对团体不满意的 第一就是金子涵 乃万等有实力的人没有出道 让人觉得惋惜 另外这个团有刘雨昕和陆柯然 走的是中信风 一个女团有两位中信风的女孩 她们并没有错 但很多网友都觉得不搭 如果女团成员全是中信风 那为什么不去搞男团 还有The Night里边的女孩实力层次不齐 有的好有的差 完全不符合一个团的标准 后续的合作会需要非常多的磨合 但这也限制了她们的资源 现如今有了172 Girls 满足的现在人对女团研制的要求 支持者也会非常多 如果她们一直组合下去 公司给力去营销 这四位妹妹后续的资源不会差 甚至会超过The Night的9个人资源 The Night面临的困局只是一个开始 再过几个月会有更多的选秀团体 出来分蛋糕 女孩子在娱乐圈本身就是吃亏的 妹妹们只有自己加油 只要有自己的特长 有实力 最后的结果都不会太差 会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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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d人几个月 正心 嚇小ά body liberal 合作 双act 人 双肌 中 移